你可以跟男生说一些他们不喜欢听的话 或者是一些需要负责任的话 比如说 我怀孕了 我今年16岁 我想要怀你的孩子 相信各位女生朋友 一定都有遇到被男生搭讪的问题 那今天要是你不想被男生搭讪的话怎么办呢 没关系 今天就要来教你们如何不被男生搭讪的教学 假设你今天在夜店 你今天只是单纯想要跟姐妹出来 relax放松 然后听点音乐喝点小酒 这时候突然有男生跑过来搭讪你怎么办 首先step one就是口头警告 你可以跟男生说一些 他们不喜欢听的话 或者是一些需要负责任的话 比如说 我怀孕了 我今年16岁 我想要怀你的孩子 我有22个小孩 我有艾滋病 我们结婚吧 我下面有一根 要是这样男生还敢不走的话 就要进行到第二步骤 step two就是脸部警告 你的脸要表现得很嫌弃 很不喜欢这个男生 这时候就会让男生意识到说 啊这个女生好像不怎么不怎么喜欢我 他就会离开了 那脸部表情要怎么做呢 大概就是像这样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敢不走的话 你就一直维持这个动作 只要那个男生离开为止 要是那男生还是敢不走的话呢 第三步骤 step three step three呢 就是舞蹈 你要跳一些让男生很尴尬的动作 就会让那个男生觉得 呃这个女生怪怪的 这个女生是一个怪咖 就会远离你了 怎么做呢 大概就是这样 你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男生的话 可以step two跟step three 混合在一起 就会变成这样 要是这个男生 还是敢不走的话呢 step four 就是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 大概像这样 就这样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 只要那个男生走为止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走不掉的话呢 你就第三步骤跟第四步骤混在一起就好了 有一个男生跑来打上我 他长得好臭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不肯走的话 他反倒觉得你很可爱的话 这时候就要进行step five了 第五步骤是什么 就是抓猛人 要是这样还不行的话 第六步骤 学某一个动物 你可以学鸡 学狗 学鸭 学青蛙 学蝸牛 学蜀猛龙 学火鸡 学狐狸 随便 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重点就是要把那个男生赶走 而且动作越浮夸越好 要是那个男生还是不肯走的话 这时候就要使出杀手剑了 这个呢 只有应付非常难对付男生 才会使出的最后手段 就是尿在自己的裤子上 或者是大便在你自己的裤子上 这样的话 男生几乎应该99%的男生都会离开 要是最后的最后 那个男生还是死长难打不肯走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男生是可以嫁的啦 你可以嫁给他了 因为这个男生可能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要不然就可能他有点问题 对 OK 好 那么以上就是防止被男生搭赛的教学 希望大家可以活用 然后呢 有心得可以跟我分享 OK 拜拜 拜拜